这样可爱的女朋友,你喜欢吗? 每天拉着你逛街拍照,摆出各种奇怪的造型,记录美好生活。 可这天,男人给女孩打句电话,却一直无人接听,随后一听着水滴铃声从柜子里传了出来,冰冷的铁皮柜不断向外渗着血。 男人打开门,活泼可爱的女孩竟被人割断了喉咙,凶手故意为女孩换了身GK服,向众人发出了赤裸裸的挑衅。 时间回到两小时前,女孩躺在床上玩着手机,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喉咒声,女孩壮着胆子走下楼,看到一个黑衣人手握尖刀在院子里徘徊,8号躲在角落,悄悄探出头,此时黑衣人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,8号转过身,发现斗篷下的那张脸,竟然是法官柳成勋。 另一面,承俊在8号的电脑上发现了一张照片,上面是郑云彩、郑云靖和加百列的合影,承俊发现这个加百列格外眼熟,紧接着一段记忆, 便闯进了自己的脑海,她想起来了,自己的哥哥柳成勋才是被家里领养的孩子,而哥哥就是幸福福利院里的加百列,得知真相的他冲进哥哥的房间,发现桌子上摆放着5个木雕,每个雕塑的背后都刻上了孩子们的编号,自己的哥哥就是N11,也是孩子们的领头人,承俊拉开抽屉,里面正是陪审团幸存者的照片,看来哥哥就是小丑杀人案的真凶,承俊跑回家里,这位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,起初有人并不承认哥哥是领养的, 后来,他们说只是为了维护哥哥的自尊心,避免别人歧视承俊,所以才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,这一切显然说不通,不过现在首要的是找到柳成勋的下落,此时同事打来电话,儿童中信的8号陪审员竟然失踪了,与此同时,他们在地上发现了大量血迹,承俊没有声张,他来到警厅总部,调去了哥哥的行车轨迹,哥哥果然开车前往了荒雾人烟的地方,承俊按照线路 将车子开上了汉拿山,果然在一座别墅里,发现了哥哥的车子,走近一看,此时的柳成勋正在埋尸,如果没猜错,坑里的尸体一定就是8号,承俊走上前,疯狂地跑开土层,没想到里面只是一只老鼠的尸体,哥哥说自己开车的时候撞死了一只大耗子,由于于心不忍,就把他埋了,此时8号从别墅里走了出来,半小时前,两人在儿童中心撞见了凶手, 对方明显是来暗杀8号的,保险起见,承俊带着8号来到了安全的地方,误会虽然解除了,可承俊根本不买账,毕竟哥哥还藏着一个惊天秘密,他就是福利院里的孩子王,加百列,就在几人争论不休的时候,承俊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,凶手发来了几张照片,让柳承俊来认领尸体,原来,几人只想着保护8号,就忘了女学生尤娜还住在儿童中心,到他们回来的时候,尤娜的血已经被凶手放干了,尸检显示,尤娜死前曾激烈反� 除此之外,尤娜还凭借顽强的意志,在门上留下了一行血书,杀我的凶手势,只可惜这句话还没写完,女孩便失去了年轻的生命